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天亮了 胖仔突然注意到车窗外好像悬浮着一个黑影 于是两人疯狂的加速前进 随后他们来到一个加油站 面目苍白的服务员挑战两人刚刚度过难熬的一夜 胖仔走到床边坐下 门口的电视机正播放着画风诡异的电影 而瘦子则是走进卫生间内清洗伤口 突然地面发生了剧烈的震动 正想脱下衣服的瘦子 胡兰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向后拉扯 挣扎了许久之后才得以脱身 最后震动停止了 但胖仔却惊恐地看到 刚才悬浮的黑影已经追了上来 他连忙叫上瘦子 两人一起驱车离开 老康身后的服务员却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很快就会回来的 果不起来两人不论开除多久 最后总会回到这个加油站来 简直堪比鬼打枪 不甘心的瘦子想继续启动车子 但胖仔却任命地下了车 两人也由此吵了起来 人无可忍地受死想丢下胖仔 独自离开 不料他一转身就受到 那个用骷髅堆起来的黑影怪的袭击 并且领了盒饭 接着在骷髅的带领下 胖仔来到一个昏暗的房间 在这里他看到了自己的女儿艾莉 并一遍遍地上演着 无法救下艾莉的场景 最后胖仔在这种恐怖的循环中 彻底迷失了自己 此时在他隔壁的房间里 三个月对女孩整理好行窗开车出门 然后半路上撤死却爆胎了 等待了许久之后 终于有一对老夫妇路过 并乐情地提出要答三人一程 领头的宗发妹还在犹豫 但两个心大的队友却已经上了人家的车 无奈之下宗发妹也只好跟着去了 不久后他们来到了老夫妇的家里 在收拾房间时 女主人突然奔了一句 关于艾莉我很抱歉 一脸懵逼的宗发妹想要问个清楚 但女主人却不再开口 晚上三个女孩和夫妇俩 还有另外一家四口聚在桌边 桌上是一盆黑乎乎 看起来十分恶心的胶肉 其中两个女孩在吃完后 就开始上吐下鲜 喝了老夫妇给的药水 虽然身体有所好转 但意识却像是被控制住一样 开始胡言乱语 还说出了艾莉的死因 原来胖仔的女儿艾莉 怎是乐队的一员 在一次总发妹与男友的约会途中 身为闺蜜的艾莉却被误杀而死 两人揭露真相后 便走向身为异教徒的夫妇俩 还和他们进行诡异的祭祀仪式 而上游一时的总发妹则是杂腿就跑 即使不慎踩到不受夹 她也依然玩命地跑到马路上 不料却因此被一个玩手机的男人开车撞倒 男人惊慌不已地跑下车 将总发妹抱了起来 看了许久之后 她终于看到了一家医院的标志 可当她抱着总发妹走进去时 里面却恐无一针 无奈之下 男人只能用自己微薄的常识 来为总发妹急救 这时电话突然响了 里面传来一个医生的声音 对方表明只要男人照着她的说法做 总发妹就能醒过来 可万万没想到 男人听话地将总发妹进行解剖 并且插上氧气罐后 总发妹却已经断气了 于是男人生气地质问医生 可没想到 对方留给她的只有一阵恐怖的笑声 接着在对方的指引下 男人换上了一套和之前一模一样的衣服 门外也准备了一辆同款的新车 上面还放着一路向南的广播 要不是手机上的痕迹 她真以为刚才的事情只是一场梦 此时画面一转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跟男人通电话的医生 其实是酒扮了一位女酒保 就在她和老板大壮尬聊时 一名男子突然直枪闯路 还打伤了大壮 随后男子又抓住了女酒保 逼迫对方带自己去寻找妹妹 可当女酒保带着男子 来到影片开头的那个加油站 找到她妹妹时 那个画着烟熏装的叛逆妹妹 却不愿意跟她走 男子只好强行带走妹妹 两人的车一路向南开 可走着走着前方的路就消失了 这时妹妹突然说了一句 当年的杀人事件是她策划的 可怜的男子还没从目标中反应过来 就被几个神秘人带走了 而妹妹则开着车回到了加油站 这时在加油站外 三个面具人正在监视着住在隔壁的三口之家 听着一路向南的广播时 他们跟着这家人来到了一家旅馆 趁着一家三口不备时 面具人连忙冲上去绑住了夫妻俩 而其中的两个人正是刚开始的胖仔和瘦子 由于这一家男主人害死了自己的女儿Ally 所以胖仔毫不犹豫地就让对方领了盒饭 原本还打算放走对方的女儿 谁知这小女孩竟然反过来袭击他们 混乱中胖仔不小心捅死了女孩 这时地面忽然出现裂痕 接着一个巨大的怪物从这一家人的肚子里钻了出来 等看清后才发现 原来这正是之前袭击他们的骷髅怪 于是剧情就侵入到了第一个故事的内容 而影片也加烂熬指 电影的故事正如佛家所说的因果轮回 你所犯下的罪孽最终都是要还的 但得不到救赎的罪 就会变成永无止境的黑暗 故此一路向南的未知才是最令人恐惧的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前方在等待我们的到底会是什么 好了今天的故事选择电影一路向南 喜欢我那就点赞加关注我呀 爱你们摸摸哒 What do you want? Haven't you figured it out? They've come to collect There's no way out We fucked up You know what Mitch? Fuck you I'm going hom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